小伙伴们,今天我们来聊聊和水瓶座不适合的五个星座,终于讲到我们水瓶座了,是不是很期待? 第五名金牛座 水瓶和金牛,是一个互相嫌弃,但是一旦磨合出来,就还真不错的两个星座。 因为大家要知道,我们水瓶的心里,装着宇宙万物家国大是星辰大海的。 所以有很多时候,水瓶会觉得金牛这个星座的格局太小了。 你老关心身边那冰炼大小的事情,一点都不够大气,而且你占有欲那么强,老是控制着相往自由的我,我们水瓶真的很讨厌你们金牛这一点美。 但是说实话,金牛的思维方式,也是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星座,只是金牛的不一样在于,他们的思维逻辑非常的深。 所以,每次水瓶和金牛吵架的时候,金牛总是会觉得水瓶的思维高度太低了,根本也会不到我们的高度,金牛真的懒得和你们这群凡人说话。 所以,当水瓶和金牛,这一对吵到一半的时候,金牛就觉得,你根本不懂我的高度,懒得和你吵。 水瓶觉得,你根本不懂我的格局,不屑和你闹腾。 两神仙打架,所以这一对在灵魂上,彼此差了很多,一开始很难被吸引。 但如果这一对在一起生活,最明显的特征,也是让他们的节奏最舒服。 水瓶凶的时候,金牛一般都是懒得和你吵,所以金牛不会硬刚你。 金牛凶的时候,水瓶一般就会开始反思,于是,水瓶会觉得自己不应该那样。 慢慢有了水瓶会被金牛改变,最后,水瓶会多听金牛的意见。 第四名,天蝎座。 天蝎是一个很容易吸引水瓶的星座,但也是很容易让水瓶觉得很热的星座。 因为我们知道,水瓶天蝎还是喜欢一些有神秘感的人,而天蝎就有神秘感,而且还得特么高愣的就是天蝎了。 这样肯定会吸引水瓶。 看似很好吧,可是这一对要是在一起,那就操蛋了。 天蝎座是一个外面式男神女神,但是在自己人面前就是一个小白痴的形象。 甚至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天蝎怎么会这么可爱这么傻呢? 可是水瓶不喜欢傻的,不喜欢黏人的,水瓶就喜欢霸道总裁。 对不起,我感觉我是一个假水瓶,我就喜欢傻的,黏人的。 但是天蝎有一点很让水瓶讨厌,就是喜欢搬旧账,确实我可不喜欢搬旧账的人,我也是一个不搬旧账的人。 水瓶会觉得总共就那么点式的过去了,你老搬来复去干什么?有什么意义? 但天蝎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星座,肯定也不会服软的,所以一旦开始争吵,那么就停不下来了。 第三名白羊座 白羊对爱情的直接表达,是水瓶最喜欢的状态了。 尤其是白羊在追你的时候,刚刚恋爱的时候,对你的热情和直接简直就是我们水瓶最兴奋的时候。 但是问题也很大,那就是水瓶会觉得,白羊的爱,没有细节,没有惊喜,没有无微不至的那种关系。 就比如说,白羊带你去吃饭,真的只是带你去吃饭,他并不在意你觉得这个菜味道怎么样,这些细节他们都不会说。 而水瓶也是特别在乎这些细节。 但话说话来了,下面那些问题都无伤大雅的。 按照以往的惯例,我们现在要说一个白羊最大的问题。 白羊的自我,尤其是相处很久之后,彼此的热恋开始退去,白羊那种顾自己要多于顾你的心态开始暴露。 所以,我们大水瓶到了晚上,就开始变成玻璃心,这个时候很需要白羊的关心,却老是得不到。 所以,这个时候会想要退出放手了。 第二名天乘坐 天乘的问题其实和下面那位巨蟹的问题很相似,就是说话方式让水瓶觉得很烦。 天乘很多时候自己是选择困难症的,带来的没逐渐就别让水瓶很反感。 天乘,我们吃什么? 水瓶,火锅吧。 天乘,不太想吃火锅。 水瓶,那就吃西餐怎么样。 天乘,也不想吃西餐。 水瓶,那吃饮料呢? 天乘,不要,水瓶,那去吃炒菜。 天乘,不想吃呀。 水瓶,那你想吃什么? 天乘,哎呀呀,我也不知道这什么。 水瓶,可是天中最好的地方就是很性格很直接,有什么就说什么。 这一点,我们水瓶是很喜欢的。 我们水瓶是一个特别喜欢轻轻的星座。 第一名巨蟹座。 巨蟹最后一名的原因,不是因为巨蟹不够好,而是巨蟹的性格不是让水瓶喜欢的那种。 对于水瓶来说,巨蟹是那种牢牢叨叨的老妈子性格,喜欢水瓶会觉得这是细心。 但是更多水瓶会觉得你这人好麻烦啊,裸里巴缩的。 毕竟水瓶这种星座说话都懒得说第二遍。 更要命的是,喜欢你的巨蟹,真的是出门所有的东西都说一遍。 所以这并不是说巨蟹不好,只是恰好遇到了水瓶,这种不喜欢啰嗦的性格。 所以在恋爱中要怎么避免呢? 这个不太好避免,毕竟是性格上的问题。 只有水瓶做出让步,才能走下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!